各位亲爱的主妹家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大概在两年多前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会一起经历一个全球性 全世界的疫情 而且时间拖得这么长 其实就在可能一个礼拜前吧 我们也很难想象 今天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 全部的新闻都是海峡两岸的 那个很尖锐的 很紧张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这些可能也都是我们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然而面对这些 很特别的这些 超过我们经验值的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在电视里面 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评论 很多的专家 有的这样说 有的那样说 其实就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可能也有很多的讨论 很多人说我早说过了 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一定 但是我们也很诚实说 面对这些又大又难的事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来回应 而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就是即使我们不知道 事情将来会怎么发展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就是可以把我们所遇到的难处 带到主恩座前求 好像耶稣恩有那首诗歌里面说的 多少平安 屡屡失去 多少痛苦 白白受 皆因 都是因为没有将万事 没有将我们所遇到这些 又大又难的事 带到主恩座前求 谢谢主 我们人生的船上会遇到风浪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就是主在我们的船上 他一直都在 因为他一直都在 他是平静风浪的主 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恩待我们里面 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平安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我们可以有平安 因为你就是平安 主 谢谢你 因你在我们中间 你是以马内利的神 你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 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好像诗篇23篇里面所宣告的说 主啊 我们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我们可以不怕 我们不害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因此主啊 此时此刻 主啊 我们不慌乱 主啊 我们也不会无感的 好像不知不觉 我们可以把问题 带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我们就同心来祷告 为海峡两岸的关系 我们同心祷告 为两岸的 主啊 主啊 领导人来向你求恩典 让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不是在血气里面 不是在仁义里面 好像古猎王 主啊 即便古猎王 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主啊 但是你仍然主啊 指引他 让他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以至于他所做的事 成为完成你的旨意 主我们求你自己是恩 为海峡两岸的决策者来祷告 主啊 让他们好像圣经里面说 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 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流转 主啊 你掌权 你掌权在海峡两岸 你掌权在这些 看起来有权柄的 这些决策的人的手中 在他们的手里面 主耶稣经验你是那一位最大的掌权者 主求你自己是恩 为疫情也来祷告 求你帮助很多站在第一线的 纪念他们的辛劳 主啊 让很多决策的 有从上头来的智慧 主耶稣 我们向你求恩典 我们不但为决策者祷告 为那些站在第一线 服辞我们的人来祷告 我们更为教会祷告 但愿教会此时此刻 靠着你的恩典 可以有一个安定 心中不是慌乱的 不是害怕的 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力量 让我们得着一个属天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 主啊 不但我们自己里面 主啊 我们也求你自己是恩 让每一个教会 都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的祝福 主啊 让每一个基督徒 都成为我们家族的祝福 成为我们同事的祝福 成为我们社区的祝福 在许多人心中没有安定 不平安的时候 让基督徒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那个带下属天的 安定和平安的 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持续祷告 直到看见 你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做奇妙的大事 我们持续的祷告 直到台湾的教会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从本岛到离岛 每一间教会 都成为祝福的管道 成为安定的 从上头来安定的 我们里面得着这样的力量 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求主垂听 求主成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你成为祝福 成为我们周围 成为我们的家族 成为我们的灵社 成为我们办公室里的同事朋友 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 我们有从上头来的平安 我们下来的平安